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廣東小陽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自播的 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晚上的10點 在中正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 FM88.1的頻段當中會播出 那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的網站會有直播 之後會在公務庫的網站 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節目的對手 但是聽說是被我們節目打敗的 叫做有話網獎的主持人 許愛咪 宥明許淳鳳 還是許淳鳳 宥明許愛咪 都可以 都可以 大家好 許愛咪你好 大家好 以前我們看到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國立的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然後有很多的人 報考人數是應該目前是最多的 很多的記者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當然就覺得說 這些小孩子真是不知死活 那不知道未來的 這個所謂的工作 可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 那或者是說不定在這邊沒有多久之後 出去工作又被他罵腦殘哦 你對現在還有媒體的環境 看起來好像很差 或是媒體的工作條件看起來很差 可是還有這麼多的 這個年輕的朋友想要進入到整個傳播業 一個廣泛的傳播業 這樣的一個現象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我認為說其實記者這個行業的確是非常吸引人 因為他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認識就是很多不同的議題 好像隨時都可以掌握第一手消息 那的確是會是很多人的一個第一志願 但是其實現在媒體的勞動狀況 其實是讓我們非常的憂心 但是我們去年 我們媒勞權就有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由記者自己 155位的記者 然後自己來填自己的每天的公時 那其實這非常驚人 我們發現到就是說記者的公時 每週公時竟然長到了53個小時 53個小時一天平均 一天平均是10個小時 然後這比一般勞工其實是多了8個小時 而且我個人認為其實他很可能是低估的 因為其實就我所知道 其實很多記者他其實下班之後還是需要待命 就是需要on call 又或者是說可能我們之前有聽到一些狀況 是譬如說像記者他下班之後 然後可能他已經準備要睡覺 但是長官還是賴他賴個不停 所以其實會造成有些記者 身心上面其實是非常疲憊 那就是說 呃像是沒有辦法睡好 又或者是說 很怕會漏接長官的電話 甚至是在半夜的時候 都會有這樣的憂慮 嗯 可是這樣的一個現況 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好像在很多行業 可能有類似的情形 那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像消防啊 警察或者是有很多的這種服務業 他其實都幾乎是24小時的待命 即使他的工作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 那這樣的一種做 這樣的一種情況 記者算是特別的嗎 還是事實上在現在很多的產業 其實也都面臨到這種狀況 嗯 就我自己觀察到的確是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時候 應該就是要做出一些的調配 而不是說 呃 放任這樣子的情形繼續發生 嗯 怎麼調配 或者是說 會不會是他的工作的形態 就必然就是這樣子 呃 我覺得說 所謂的 呃 他或許是一種必然 但是我覺得這個調配是需要 呃管理者他去做一些分配 例如說像記者這個行業 他的確是說 可能24小時 不可否認24小時都有 狀況會發生 那你的能力要怎麼樣調度 要怎麼調配 用能力要 補齊這個問題 他同樣是在記者這個部分 也是需要被看到的 嗯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繼續談 到底怎麼調配 或是到底怎麼做 因為我其實也跟一些 呃 媒體的資方或是管理階層 談過這樣一個問題 他會說 當然調配很好啊 可是調配之後 可能我們的人力就要增加 人力增加 事實上成本增加 成本增加 記者能夠得到薪水 恐怕也沒有辦法那麼多 等等的一些 他們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們待會再聊這個部分啊 那我想要再請你能夠 進一步的說明 就是現在的記者 他的工作的形態 跟過去比較起來啊 那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就是過去的這種所謂的 勞動的密度 或是工作的密度 或是那個緊張的程度 跟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差別嗎 嗯 就是簡單我以日報來說 以前日報可能是解稿就解稿了 就是解稿時間到 那他可能就有解稿 除非是有重大的新聞 他的解稿時間可能會往後延 這是我們一般大概 大概的工作形態是這樣 但是其實像現在 在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 跟譬如說像在現在非常 已經各家媒體都在做即時新聞 那這會導致其實記者 其實根本沒有所謂的下班時間 就我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是我記得有一次 半夜大概12點地震 突然之間地震 然後就看到有同業在臉書上說 第一時間我不是往外跑 我是打開我的筆電 然後開始發一條即時新聞 也就是說其實那個狀態會變成是說 即使不是資方去告訴你 要做這件事 你已經內化到就是說 我隨時有什麼狀況 我就要把它變成一條即時新聞 嗯嗯 就是這樣的狀況是會讓記者 其實他根本沒有辦法得到 足夠的休息 嗯 可是會不會就還是回答 剛剛那個問題是有關 這也是記者他本身的一種 叫做職責或是天性也好 就是我這個事情發生 我得要趕快去發一條新聞 那我會想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當下發生了什麼事情 說不定他自己本身 因為他對這個 這個工作的熱愛 以及對這個工作的自我的期許 他就自己做了這件事情 他可能背後也沒有任何的 老闆去指使他 或是要求他做這樣的事情 是沒有錯 的確是 譬如說記者都會有一個使命感 就像有點像護士那樣 就是大家會說 舊人就是 護士或醫生的天職 但是其實這幾年我們看到 其實慢慢有越來越多的 記者一個一個倒下 就是說有過勞的情況 那 可是問題是這樣的狀況 如果一直長期下去 勞動狀況一直惡化的話 其實 呃記者其實沒有辦法去達到 他所謂的那個使命 就是有一天他可能 他可能再也撐不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我們在這邊當然是希望就是呼籲說 大家可以重視這件事情 記者今天他的確是有這個使命感 他也有這個責任感 但是不應該是把他當作一個 呃無條件的去 去使用 就是對於他的公司 不應該是吃到飽的那樣狀態 而是應該他既然有付出 應該就要得到相對的報酬 嗯 可是在食物上面他恐怕是會 所以很難去區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 記者有使命感是他的事情 可是作為一個雇主 作為一個老闆 不能夠常常說 你有使命感 或是你必須要主動 去做這件事情 而掛在嘴上 然後變成是另外一種的剝削 或是另外一種的壓迫嗎 是是是 嗯 可是在食物工作上面 那怎麼去區隔啊 就是他到底是一個壓迫 或是在 他是一個使命感的這種所謂的差別呢 呃 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還是要 如果回歸到法律來看的話 我覺得 就像我剛才說的 其實 呃 你所謂的使命感 跟你所謂的 呃 你的勞動狀況 其實是應該是 呃 一體兩面的 也就是說 你應該是 要有 呃 因為其實 怎麼說呢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東西應該是說 你竟然 呃 呃 就是你必須 你 你當然你有這個責任感 但是 你也要想到 就是 作為資方應該要想到說 其實記者很多時候 他可能會有 過勞的這樣的狀況 那 那當然其實也會有一些同業說 這個是我心甘情願去做的 譬如說這是我心甘情願希望 因為我想要Push這個議題 所以 我會願意花我休息的時間去做 嗯哼 這個其實一個很很吊詭的地方 就是 有時候這個不盡然是一個 嗯 在工作上面的一個規定 而是這個行業裡面 他可能存在的某種 呃 他也可以叫做必要的工作的形式 或者是說 他也是可能是一種所謂的意識形態 一種所謂的 呃 例如說 呃 再因為我們知道在電視台的記者 其實有所謂的 早二晚二 就是所謂上二下 就是早上可能要發兩條新聞 下午要發兩條新聞 給晚間新聞 那 這個情況在電視台是如此 那可是在 你剛特別提到說 在日報在網路新聞的時代當中 記者的這個生產的這個工作的 條 呃 這個所謂的新聞的則數 跟過去比起來是怎麼樣的呢 呃 其實像你 呃 剛才老師提到一個 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現在一般 一般來講 我們可能都會區分 呃 電子跟平面 這是可能比較 呃 粗淺的區分 那現在其實有一個 比較特別 比如說網路媒體 那這個網路媒體 他其實 呃 就我所看到 他其實幾乎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截稿時間 他可能事情 一發生 然後他就馬上要 就是他是搶快的 他主要是搶快 那其實像我們之前有發現到 有一些 呃 網路記者 那他一天可能要發到 10折的稿數 嗯 就是說一天是10折 就是 其實那個產量是非常驚人的 又或者是說 他變得是說 呃 他晚上有時候也 也必須要值班 比如說中間發生什麼大事情的話 那他 他等於就是 也要去趕那個新聞 就是 嗯 也就是說 其實上下班這件事情 整個的變化其實是 非常的模糊 就是你什麼時候 到底什麼時候上班 到底什麼時候下班 那個界線其實已經模糊掉了 又像老師剛才講到 比如說 上 呃 像電視台是 早餓晚餓 對 那樣的狀況 那現在可能 會更加的頻繁跟快速 因為為了大家 在一個媒體競爭的情況之下 可能不得不 大家的產量就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嗯哼 但是 嗯 請說 對 但是我 我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 必要 就是當今天新聞的產量 這麼多 到底是不是一個必要 比如說像現在各家都做即時新聞 對 但是 但是到底這個即時新聞甚至是月聽人 想要的嗎 但是我有曾經去問 比如說非新聞工作者的朋友 就說 你們怎麼看即時新聞 就是你們真的會去看嗎 那大家的意願其實也不高 所以就是記者生產了這麼多東西 到底是 就是為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或許未來也可以去探討一下 那個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是 透過量的 生產或是量的增加 來增加維繫 這個民眾使用網路的時間 或使用他自己本身這個電子報 或者是網路 媒體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所謂的蘋果日報 你會發現大量的即時新聞 那他為什麼會跟很多的 所謂的獨立媒體合作 或者是跟很多的其實的部落客合作 其實也是希望他的生產量是增加 透過這生產量 去換其他的利益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些記者也成為這個 整體生產量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過 談到即時新聞 是不是應該有一些差別 例如說 有好的即時新聞 跟壞的即時新聞 如果是好的即時新聞 例如說我剛剛在訪談之前 我也還在發稿 因為 雲林縣的燒煤 禁燒煤的這個知識條例 剛剛通過了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好像是要給大家知道 可是有很多所謂的廢文 系列的即時新聞 會不會也佔了很多記者 他大量的時間呢 其實也是 就是也有記者抱怨 就是說他可能就變得 因為現在之前 最近 不能算是最近 就是 臉書的關係 所以很多 譬如說像 哪個立委在臉書上爆料 又或者是在PTT 下面 熱度最高的是什麼 就是變得 其實記者也必須要花 一部分時間去監看 又或者是說 長官會告訴你說 現在PTT上面有什麼事情 然後去追去查證 就是等於是說 其實記者的那個時間 其實工作量 他即使 工時可能就我們來看 10個小時 可能 有些人認為沒有那麼長啊 其實有些人工作 可能也是10個小時 但是你就記者來看的話 他的那個工作的密度跟強度 其實是增加的 對 這個是一個 可能是在討論說 他到底工時有多長 這件事情 他可能是必須要去 共同的去關注 特別是像傳統的一些 比較批判學派的人 他們都會覺得說 這個所謂的勞動的剝削 其實除了這個增長工時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增加 他在勞動上面的密度 可是這個似乎 又更難去量化對不對 嗯 老師所謂的量化是只做 但是他強度 對 例如說我們可能 我們10個小時 8個小時工作量 我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打卡 我們就可以知道 可是那個所謂的勞動的量 例如說他生產了 10折的即時新聞 或是他可能生產了6折的 這個電視影音的報導 那你就在10個小時 你再給我做完 你在8個小時 你再給我做完 我那個剝削的程度 恐怕是不下於 你做了10小時 或是12小時的工作 而且其實那樣的狀況 其實會造成 又或者是說 像前一陣子柯P非常的紅 非常的火紅 那大家都會原本以為說 選舉完之後 就是可以 就是 市政的記者就會 可以得到 就是比較有 因為已經 已經最後的結果已經出爐 大家可能會鬆一口氣 但是沒有想到 因為柯P非常的火紅 而且又 他當選沒多久 然後就開始 接受各大媒體的一些專訪 那這個就導致就是 記者 就是到了那個 證論節目9點的時間 然後大家都要去邊看 然後邊發即時 就是那樣的狀況 其實是 讓記者 他不但是延長了他的工時 那他還要再 就是 著墨在這個 就是花心力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之前有一個資深的記者 他有對我說這樣的 即時新聞的一些影響 他覺得說 現在變得是說很多記者 大家都是趕即時 就是搶快 但是其實對於很多議題 他沒有辦法深入去了解 那也就是會讓這個新聞的品質 變得有種潛諜化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且這個受到影響的 其實是整個民主社會 也就是當他不斷的在追求新聞 就像剛剛許愛咪談到的 他沒有辦法去讓這個新聞能夠更加的查證 或者是甚至也沒有能力 把這個新聞的深度 以及他背後的影響去談得更清楚 所以所謂的新聞腦殘化的問題 其實跟整個媒體的這種所謂的競爭 跟整個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 是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會過頭來 再來談另外一個問題 在前一陣子 台北市勞工局進行大量的媒體的 這個所謂的勞動條件的這個勞檢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被受到處罰 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是不通過 那他的勞檢的過程是什麼 以及他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待會再請許愛美 來跟我們來做一些分析 接下來收聽收看的是燦淡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 燦淡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淡時光節目 聯合製播的視訊跟音訊 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 跟大家訪問到了 上一段的節目 我們是說 他是我們的競爭節目 叫有話王獎的主持人 因為這個節目 聽說已經被 已經倒了嗎 已經倒了 宣布倒閉 在我手上倒閉了 但是我們一點感覺都沒有 倒閉不算 沒有任何的那種喘一口氣的感覺 最重要的是另外一個身份 是梅勞泉對不對 對成員 成員可以介紹一下這個梅勞泉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機構 什麼樣的組織嗎 梅勞泉就是所謂 我們大概在去年五一的時候成立 那這個成立的成員裡面呢 其實包含了很多跨媒體的記者 其實包含網路 平面日報 然後雜誌 還有電視台 但是其實我們主要還是以平面媒體的記者 就是目前的成員狀況來看 還是以平面媒體記者為主 那裡面有主流媒體 也有另類媒體 就是都有 但是我們 我們主要成立的宗旨是希望說 其實過去我們看到其實記者的勞動權益 其實是越來越惡化 那其實有一部分當然是跟網路有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今天大家可以團結起來站出來 然後一起來捍衛 就是所謂媒體勞動者的權益這樣子 的確這個媒體勞動者的權益 在最近這幾年其實面臨到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勞動權益受到損失 受到影響 其實也跟我們過去談到了 這個沒有一個很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好的專業自主 也不會有好的專業服務 所以台灣的媒體的品質 會日益的這種所謂的低落 特別是新聞的品質日益的低落 絕對跟這個所謂的媒體的工作條件 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不過前一陣子 這個台北市勞工局 他發佈了這個大眾傳播業 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結果 那可以請許愛銘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或是跟我們告訴一下 這個結果 到底呈現了什麼樣的內容 以及他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呢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分 就是他其實這一次有另外一個 最新的創舉 不能說創舉 就是一個新的嘗試 也就是有培見人制度 也就是他其實邀請了工會幹部 然後跟一些媒體工作者 比較資深媒體工作者一起去做勞檢 就是他是以培見人的身份 然後去做勞檢 那培見人身份主要的用意是 譬如說因為各個行業裡面有一些美感 就是譬如說像是 今天雇主可能呈現出來一個很漂亮的出勤紀錄 可能每天都是工作8個小時 那可能呃就我們的譬如說內呃 比較以呃這培見人他就有 就是可以從譬如說從一些即時新聞 就可以發現到說 欸他好像不是工作只有8個小時 他可能晚上11點還在發稿 就從這個裡面去讓這個整個勞檢的過程更加的精準 那在這一次呃這是這一次裡面的一個特色之一 那另外就是這個勞檢的結果 其實他一共勞檢的34家 結果通通都違法 那其中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禁止申報加班 然後第二個就是沒有出勤紀錄 第三個就是超超時工作 那其實就我們自己的觀察 就是我們認為這樣的結果其實完全不意外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記者都沒有所謂的出勤紀錄 也就是說尤其是像平面媒體 他也不用進辦公室打卡 那在這個 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僱主會認為說 記者就是沒有辦法進公司打卡 但是其實出勤紀錄的部分 他其實呃 不一定是要進辦公室打卡 雖然說 呃現在公事也是這樣子做 就是用打卡的方式來認定你的公司多長 但是其實像一些平面媒體 他可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因應 比如說像是線上打卡 或者是自主去做管理 類似這一些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很多元的 而並不是像大家想像的是說 我今天要上下班打卡 上下班進公司打卡 那我們沒勞選之所以非常重視這個 出勤紀錄的原因 在於兩點 第一個其實出勤紀錄會 會 關係到你的加班 加班費的申請 就是你到底今天工作了多久 那你超時了多久 你可以申請多少加班費或補修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過勞的認定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假設今天 呃有過勞的疑慮 那可是你完全沒有出勤紀錄的話 的狀態下 你其實是很難去舉證的 嗯哼 嗯哼 這個出勤紀錄 你剛剛是說在線上打卡 或是自處管理 自處管理 基本上來講就是 類似自己去填寫他的上班下班時間 是 自處 線上打卡是什麼 也是賴來賴去嗎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做法呢 呃像我們聽到的 譬如說我今天可能 開始工作我就 我就 我就 我就打卡 嗯哼 假設我今天 假設今天工作 呃是10點開始 有個記者會 那我可能就已經打卡 嗯哼 那可能我 呃 解稿時間8點半 那我8點半再打一次卡 嗯 就是說 然後最後由 當然就是由主管做簽合嘛 嗯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然後這個像臉書這樣打卡 付照片吧 要不然這個主管他會就是說 我怎麼知道你 是不是真的在工作 那你說啊 因為我這個報道要做很多的research 所以我會把這個research的時間 是算進來 那主管聽的大家會瘋掉吧 嗯 但是其實我 我不得不說 就是其實是說 其實像我 嗯 一般 因為我之前也是記者的身份 其實我看一下其他的 當然 我那個時候不是 呃在一個主流媒體 但是其實我 我觀察到的 其他主流媒體的部分 其實儘管大家可能 比如說 早上10點 呃記者會結束之後 然後他回報 回報完之後 他可能寫寫稿 然後 呃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可能寫完稿之後 的確他就是 呃 比較沒有其他事情 嗯 所以如果沒有突發新聞的話 但是 老實說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長官可能 隨時都有可能會 call你 就是請你去做什麼 做什麼 那像老師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 呃記者自己故意 把工作時間拉長 嗯 可能他的工作時間 就是他的效率沒有那麼好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就是 很多時候 這都是主管管理的 管理上面的問題 那你覺得如果今天這個記者 為什麼搞著寫那麼久 那其實一通電話 一定都找得到記者啊 就是說 在這個掌控 就是這個管理的部分 其實是 就是我認為有一部分的責任 其實是在長官的身上 嗯哼 嗯 我覺得我提出另外一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 呃當然現在這個想法 可能現在比較難去實現 就是如果透過國家 或是剛剛談到的 不管是 相關的勞動的相關的賣法 或者是包括像勞工局等等 他們可能制定一個最基本的下限 然後呢 這個實際的工作方式 或是實際的這種所謂的計算的方式 是由這個資方跟工會的代表一起去定定的 那這個變成是兩個團體 兩個不同的角色去做協商嘛 那他會不會能夠比較更符合 這個公司的一些營運的狀況 跟實際的狀況 嗯其實我個人的想法是認為說 其實上八個小時 我覺得是 呃就 呃就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他 他是有 他會這樣定定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那像老師剛才講的是 呃比如說像工時的 有點像約定工時的那樣的概念嗎 對 就是譬如說我約定 呃 例如說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 類似這樣的狀況 或者是甚至他們怎麼去算出 他們的工作時間 嗯嗯嗯 是經過一個團體的協商 而不是一個硬方方的 而這個規定當然是需要 是基本的下限 基本的保障嘛 可是更積極的做法 是不是有辦法讓工會 去跟這個資方去進行協商 就定在他的團體協約裡面 正清楚 是可是問題是 就是說依目前的狀態 我覺得我們比較憂慮的是說 這個工會 他 到底有沒有辦法發揮這樣的功能 就是我們的工會真的夠強嗎 嗯 即使現在 呃媒體有工會 但是我們發現其他工會的 呃 的 的位置 或者是說他處在的那個狀態 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去更強硬的去 要求 呃 資方定出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態 就是合理的工作狀態 因為呃我舉個例子來講 其實像現在我們有聽到 的那個狀況 又或者是說其實 呃在勞檢之後公視這邊 除了我剛才講要打上下 像上班卡之外 那另外他有也有很貼心的提醒 像新聞部的同仁就是說 不要工作超過12個小時 嗯 那中間你可以 有4個小時是休息時間 嗯 這個 這個就很有趣 就是說 4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那 就是有一點是 看起來是像讓勞工自己管理 嘛 我一天不要工作 希望不要工作超過12個小時 然後又恰巧 就是之前勞動部長陳雄文 又提到了什麼叫做休息時間 這件事情 嗯 他就說了譬如說 是勞工可以自由支配時間 像睡覺買菜 嗯 購物 不受到雇主支配的 就可以叫休息時間 那應該是在24小時 那 所以他 我意思就是說 真的就是我 其實不只是公視 就我聽到有其他公司 也有類似的就是 就是告訴記者說 你不要工作超過我12個小時 然後你中間自己找4個小時休息 那 這4個小時到底 他也 可能他 就是他也不明確告訴你是哪4個小時 當然 如果他很 硬邦邦的去訂了那4個小時 的確是 可能也會存在一些問題 但他現在是不告訴你4個小時 是哪4個小時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樣去做計算跟認定 嗯 因為他可能變成是說 因為就 很多跑線的記者大家當然都知道 就是在 嗯 你 隨時長官一通電話來 你就要出去 那可是 我 假設我認定 假設我2點 我認定我自己在午休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接長官電話 嗯 我是不是可以跟長官說 可是長官 我現在這是我的休息時間 嗯 就是 那個東西是 很 很 就是他根本沒有辦法 他只是在 逃避所謂的勞基法 但是 的 就是不要違法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顧慮到就是真的實際操作的狀況 可不可操作 是不是對勞房有利 嗯哼 我們剛剛也談到很多 這個台灣的目前的實際的狀況 當然我們也看到這個美勞全小組 或是很多的工會 他們也都在做這樣的一個努力 我想要 從美勞全的小組的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你們打算怎麼做呢 呃其實我們會希望就是鼓勵各個報社 或者是 因為其實現在的媒體工會其實是沒有那麼多 就是所以我們希望是說 其實對於不管是公時的認定 或者是出勤紀錄的這些部分 有關於記者勞動權益的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就是鼓勵大家組工會 那我們也呃未來我們是呃就是希望讓大家提升這種勞動意識 就是呃讓記者就是賦予記者一些就是勞動意識跟呃方法 然後去更團結起來 然後有有一些培植一些雄厚的能力呢 可以去跟資方做談判 而不要是總是一個就是可能是呃 呃被支配的那個角色 其實像之前呃我有看到譬如說像是 NBC韓國NBC罷工的那個問題 他為了公正公正報道而罷工 那其實有人會認為說今天呃美勞權 或者是其他工會組織出來爭取權益 好像是我們對於這一些譬如說加班費 或是公時斤斤計較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呢 就是說像韓國NBC工會那樣 他他的團結可能不單是為了自己的勞動權益 有一部分很大部分還是因為新聞自主 對就是呃因為那個NBC的那件事情 其實讓我想到了就是像 就是兩三年前發生的那個望中事件一樣 嗯就是說假設今天忠實有一個工會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工會 那今天是不是我們看到望中爭議站出來的人 就是不只是外部聲援的力量 有更多是就是望中裡面的人員 然後站出來認為是說呃呃這樣的報導 其實是有問題的 嗯嗯對我的意思是我簡單來說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從NBC的身上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很汗顏就是說 其實老實說呃身為一個也是一個前力報記者的身份 就是看到去年力報就是他重新的呃做一個變換 那那個時候其實大家比如說他就是抽掉了性別版 主群版這個力報以前就是非常引以為傲的這個特色 嗯那老實說其實生活就是那個時候我已經離職了 不過其實看在我的心裡還是覺得非常難過 因為其實對於一個報社或者是對於一個媒體 他看起來很像是掌握在資本家手上 但是其實他對於呃新聞工作者來說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說 他其實也是他他的一個 他身體就是他他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是他的產出 他產出他今天產出的不是不是說像一般的 像機械一樣的東西 不是一個硬貓貓的東西 而是他用他的時間跟用他的呃知識去換取的 嗯也就是說我覺得NBC這件事情 讓我們看到的就是說媒體他不只是媒體 所謂的新聞媒體不只是資方的 他有一部分應該也是要 勞方這邊來做一些支配跟掌控 那真是有可能的 而只是端看大家願不願意團結起來 然後去跟資方做證據 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也是我剛剛提到說 呃與其國家去做某種的介入 或是國家只要去提供基本的這種所謂的保障的門檻 但是更重要是怎麼樣透過工會的力量 去跟資方去做更明確的這種協商 因為透過集體的這個過程 他才是相對之下能夠符合這些工作者的一個 比較比較屬於這個整體的這個利益 哦那今天當中非常謝謝雪艾銘來接受我們訪問 那我們也一起為了這個呃美勞泉小組 或是整個台灣的媒體的工作環境 在一起努力 謝謝雪艾銘謝謝 我們下禮拜訪 拜拜 拜拜 拜拜